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大盘今天持续拉回来 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震荡整理 中场撒尾盘跌了26点 今天是3月10号礼拜二 那我们看一下 大盘连续8天修正做一个整理 那我们看目前 拉回之后留个上影线 留个下影线 成交量918 稍微有多一点点 但是明显的做一个拉回修正 那请问这个盘应该怎么操作 这个盘要先发现说 今年的盘式跟以往有点不一样 因为今年主要是外资 在做一个大量的买超 那外资买的股票 偏偏又是投资朋友 都不喜欢的股票 所以你们看到大盘在涨 大盘在近期来讲 它还是一个相对高点 但是很多人的股票 它并没有涨 为什么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我们说外资在买什么 外资在买台积电 台积电股本2592亿 问题融资26000多张 2592亿是1万张 2592亿代表2592万张的股票 那融资才多少 才26000多张 那就几乎这散路不喜欢做这种股票 偏偏散路不喜欢做外资偏偏买 所以你会发现 这种股票又是全职股 拉起来之后大盘涨上去了 可是散路没有赚到钱 因为你买的股票不是这个 懂意思吗 那它影响全职 股本大影响全职又很大 所以你看大盘在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会赚不到钱 你赚不到钱 你会越恐慌越有压力 来 外资买什么 有啊买细平 细平311亿 那你看细平300多亿 有300多万张的股票 哇 融资怎么才4400多张而已 散路不喜欢买 外资拼命买 所以最后全职涨上去了 散路并没有赚到钱 来 比如说什么 日月光 日月光今天又创了破断的新高 那我们看日月光股本786亿 散路融资怎么才13000多张 700多万张的股票 786万张的股票 融资只有13000多张 散路不喜欢买重股票 所以这些要是全职股涨上去 哇 感觉9500 9600很高 涨很多 可是散路都没赚到钱 来 中华电信 股本700多亿 哇 融资才800多张 所以散路没有在玩重股票 那偏偏重股票 就是外资买超的主要标的 所以这时候投资朋友会感到很恐慌 大盘这样涨了 两个想法嘛 第一个很恐慌 对不对 啊 怎么他的股票都没有涨 第二个 他很乐观的在期待 一部分的人会很乐观在期待 总有一天轮到他的股票涨 但是我跟你讲 你不要这样想 为什么 张铭铭股市录219 当很多股票在涨 你手边的股票 却不动的时候 千万不要期待他会补涨 你要把这些话都记起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股市啊 跟以往有点不同 它叫M型的股市 那M型的股市它有什么特性 强股续强 弱股续弱 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 能赚的继续大赚 能赔的也都是赔大条的 所以你要很小心 超盘功力不足不提升的人 他会打入数价的行列 这就是今年2015年股市的特性 所以你心态上一定要准备好 不要觉得你的股票没有涨 总有一天轮到你 当你能力没有提升 有一天你会从赢家 或许你以前赢 会慢慢一不小心就跳到输家去了 而且一输都是输大条的 记得哦 来 昨天 我妹妹打一通电话给我 听起来一拿起电话就在哭了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他被骗了一条钱 被骗了五十几万 第一个他当然觉得五十几万非常的多 他心里很难过 第二个他说这个人 是他非常信任的人 他说在这巷口开一个店 这个人跟他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在嘉义说读北新国中的 跟他是同学 这个很信任的人 大家也相组了一段时间 毕业以后都有这样往来 他也常常到家里来 过年过节来拿水果 来这个走村 看看小朋友 都很熟 对他们夫妻都很熟 所以有一天他跟他开口 他也觉得他们很实在 做人做事都很实在 那有一天跟他开口 借五十万 他就借他了 过年前 结果没有想到 昨天他说去看了 要去找他 哇怎么电门关起来了 电话打 哇打找不到人了 然后隔壁邻居说 已经搬走有一段时间了 过年没多久就搬了 搬走现在找不到人 这么打也打不通 完全联络不到人 他说他的钱 而且邻居说 可能不只跟他接 因为很多人来问 所以可能倒了很多人的钱 那就不见了 所以他说他非常非常的伤心 他说他非常的相信他 他以为他认识他很深很多 结果他跟我说 他发现他根本就不认识他 他心里好难过 钱被骗了 感情被骗了 对他就有一个情感 自己的判断力 都觉得他自己有问题了 他觉得很难过 很伤心 最终一到一句话 他说他以为他很认识他 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他 完蛋了 同学朋友 所以当我想起我好朋友 邱博士讲了一句话 但我就安慰我妹妹 那我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讲到我的好朋友 是我大学同学邱博士讲一句话 他现在日本 旅日的一个博士 他说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但是你以为你知道 这句话讲得很好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即使你是不知道 但是你以为你知道 你是不知道的人 但是你以为你是知道的人 我妹妹以为她很了解 她很认识他 她以为她很认识他 很了解他 那其实她是完全不认识他 完全不了解他 所以她才被骗了钱 所以她心里很难过 同学朋友 这是一个教训 对不对 那现实生活里面可能有这种事情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但是你以为你知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这支股票 真是 真正是你不知道 但是你以为你很了解他 你很认识他 你很懂他 最后你买了股票 被这股票骗了 你钱输了 有这种例子吗 有啊 再讲一遍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但是你以为你知道 其实你是不知道 但是你以为你知道 完蛋了 来 为什么 华雅客 我相信这档股票 很多投资朋友 你发现你都被他骗 他有没有赚钱 有 很赚钱 吓死人 去年8块3 你看这吓死人的公司 赚那么多钱 8块3 几乎赚一个股本了 吓死人了 但是股价 哇 你买怎么都不涨 对不对 怎么跌到45块了 你家赚8块3的公司 股价跌到快40块 本利比不到5倍 还不会涨 1跌7个月 天哪 怎么会这样 他应该涨到100才对啊 对不对 这是你们想法嘛 但是他为什么在45呢 这不合理啊 赚8块3的少说也涨到80块 对不对 甚至涨到100块也不为过 怎么现在是45块呢 这是你的想法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那句话 很多人买这档股票 你发现你的感情被欺骗了 来 你的钱输了 你不知道你不了解华雅科 你以为你很了解华雅科 意思是一样 我妹妹一样 他以为他很了解这个同学 其实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同学 说不认识也很不大对 他完全是不了解他了 尤其他钱被骗了之后 他说我完全都不了解他 他一直以为他很了解他 其实他根本就不了解他 麻烦了 对不对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但是你以为你知道啊 你以为你知道 其实你是不知道 这糟糕了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去买华雅科 一定你看到EPS8块3 上半年赚了3块5 下半年又更多 对不对 所以你以为他很好 本益比很低 公司很获利 然后你就去买他了 你以为股价总是有反应基本面 最后你在那边等这班公车 可是公车没来 麻烦了 问题大条了 对 来 散路面对EPS很高的公司 股价却没有动 我像霍雅科这样 他可能有三种心态 一等 二等 三等 然后在那边等 等 等 大 王宝川等18年 第二个 当作长期投资好了 安慰自己 没关系 这公司体质很好 我们把它长期投资好了 安慰自己 第三个心想 股价总是有反应基本面 这是散路的想法 那我只跟你讲一句话 为什么 全市场都知道 为什么全市场都知道 因为散路都知道 当然全市场都知道 请问大股东不知道 他的工作很8块3吗 他从接订单那天就知道了 对不对 搞不好还没接订单他就知道 这个已经乔好了 订单才进来 对不对 先去谈嘛 谈完OK了 明天下个月给你下订单 差不多心里都有数了 搞不好回扣都拿好了对不对 当然他早就知道了 大股东坐手 对不对 很多法人 他们都比我们清楚 对不对 比散户清楚 那为什么全市场都知道 因为散户知道 就全市场都知道 股价缺不涨 而且是利多不涨 利多不涨叫利空 所以你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投资朋友 这问题真的很严重 那最后呢 如果有一档股票你赔了大钱 那你要想 当时引导你去买的源头是什么 你为什么去买华雅科的 投资朋友 你为什么在1300 在1200 在1000块 你去买了宏达电 为什么 已经很简单了 大部分 会让你输大钱的股票 多半是媒体提供的 财经频道提供的 不用钱的东西 电视节目提供给你的 我讲的对不对 应该对了 请问这华雅科是什么格局 这空投 空投你是不是应该要放空 我在去年三月八月就跟你讲 我已经开始放空 空两次回补了 投资朋友 你看这多高 那你为什么去做多 这不是空投格局 这不是反应要很沉重吗 这不是卖去一大堆 你为什么去做多这种股票 这当然不是很简单吗 这种股票你怎么没有买 这不是多头格局吗 没有半个反压 那你为什么不要买这种股票 趋势反应要充满安定动能充沛 你为什么要买这种股票 趋势往下充满凌乱动能不足 卖压重重的股票 说出来不是这么简单吗 对不对 投资朋友来 但是散路还在期待 没关系中二天等到他的股票涨 好来 换股其实不难 只要你心态改 散路老是守着破旧房子不走 投资朋友 任由时间消灭他赚钱的机会 请问华雅科到现在跌7个月了 这7个月有没有很多股票涨上来 有啊 那你是把这个机会浪费掉 流失掉了 是不是很可惜 是真的很可惜 来 请问华雅科不涨 那这7个月有没有股票涨上来 有啊 你看他不涨快一倍了嘛 投资朋友 那为什么你不愿意动 不愿意去改 为什么抱着空头股票在那边等 散路老是守着破房子不走 任由时间消灭赚钱的机会 因为他心态不想改啊 换股有这么困难吗 不会啊 就把它卖掉 不好就把它卖掉 换一档会赚钱的股票嘛 就这么简单 这些鸡生病就不要养他了 养一只健康的鸡 搞不好有一天变脱尿 就这么简单嘛 心态改一下就好啦 这有什么困难 是不是 投资朋友 散路砍股票 为什么要砍股票 法人砍股票 有一天 当你看到利空的时候 当你看到利空 你看到受不了的时候 你会砍股票的 那你会砍股票 法人会砍喔 那法人跟散路砍股票 有什么不同 散路砍股票拖你带水 法人砍股票毫不手软 投资朋友 你不用怀疑 当趋势不对 法人说砍就砍 他为什么说砍就砍翻脸无情啊 那为什么散户做不到 那法人为什么做得到 为什么那基金操盘人做得到 答案很简单 因为钱不是他的 基金操盘人操这档基金 那钱都不是他的 那都是散户得 那有什么不敢砍 不行就砍 所以法人砍股票是收砍就砍 毫不手软的 散户就是拖你带水 对不对 你为什么去买 因为你觉得他很好 你跟他有感情嘛 所以最后宏达人1300 跌下来 对不对 很多法人可能砍在900 砍在800 砍在700 散户到现在100多块还不砍 跌九成了 为什么 拖你带水 你跟他有感情 法人跟你砍股票 是不会跟你客气的啦 懂意思吗 所有砍就砍 因为钱又不太好钱 是不是 宏达店 今天三月四号 你觉得你今天应该买宏达店 不要说1300 你觉得这种股票你应该买嘛 好像不应该对不对 来 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看好他 瑞宜已经跌了三几%了 为什么他现在一直跌 盘一盘就跌 盘一盘就跌盘一盘就跌盘一盘就跌 为什么 一跌 去年7月 8月9月10月11 12 12都已经到2月份 都快到3月份了 来 为什么 天啊 这不是空头格局吗 今天3月10号 这档股票是空头格局很久了 你为什么报这种股票 报了那么久 然后你赔了那么多 值得吗 为什么不要换你党会赚钱的股票 翻多的股票来 你为什么一定要报这种空头格局的股票 然后让你赔了一屁股 赔了很多钱 然后你赔得很伤心呢 是不是 何必要 来 为什么他会跌得快五成 当他跌得快五成 400多块跌下来 跌到200多的时候 跌到12月份 在这里 12月在这里 从这里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9月 你10月 11月跌到12月跌到200多块 从460跌到200多的时候 他跟你说 12月11号跟你说 晚品 11月营收 首件衰退 但是你已经12月才看到了 开始衰退 表示之前没有衰退 12月10号你看到了 对不起 12月10号在这里 12月在这里 12月在这里 12月10号在这里 12月10号 你告诉我 你这段不是白赔了 你赔这段值得吗 哪一支法人会干 公司他会把消息先跟你讲 不可能啊 跌一屁股才跟你讲 那你也不晓得怎么办了 是不是 那请问你是不是应该 可以早点出场 高点 这早就要出了 早就要出了 早就要出了 你何必登登登登登登登 等到12月才要出呢 你反弹上来 马上又碰到卖压 你买这种股票干嘛 这最弱势的股票啊 是不是 所以这么多的错误 投这边 难道你要一直下去吗 这不是空头格局股票 反而要重重 你抱这种股票干嘛 美利都跌五成了 头发你有看到翻多吗 对没有 你看这里翻多 卖出信号怎么又出现 这格局不对嘛 华雅科刚讲 你抱这种股票干嘛 所以你发现你抱越久 好像越痛苦 有没有 中信呢 中信不是反应要重重吗 好像一个人 脸上伸很多烂仓一样 这怎么会帅呢 这男生不帅 女生不美啊 不是吗 那你买这种股票干嘛 上营 间调到这里 310号253 那请问他不是 早就已经转空了吗 从去年7月转空到现在 你买这种股票要干嘛 你不见 发现这他们都是同胸 同胸兄弟吗 双胞胎吗 这种股票格局 你去买他干嘛 你早就要出场了 是不是 千金难买早知道 万金难买后悔要 是这样吗 不是 为什么 你早就知道了 你怎么可能到今天才知道 你早就应该知道了 早就有讯息告诉你的 他是今天才跟你讲的嘛 是今天才跟你讲 不是啊 他这里就跟你讲了 早就跟你讲了啊 不是吗 所以这句话对不对 千金难买早知道 万金难买后悔要 好像对 其实是错的 真的千金难买早知道吗 你不可能在这里就知道吗 当然可以 有没有 你回到去年7月 你这股票这可以卖嘛 那不是卖鸭重重 你买这种股票干嘛 那一路过来 你看这种股票可以买 不是都空头格局吗 都绿棒啊 你怎么买 反而要重重 所以你是今天才知道 这股票不能买 你早就知道了 是不是这样 可是你没有早知道啊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 愚昧跟无知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说怎么样 不要让自己再痛苦下去了 为什么 痛苦的人 没有悲观的权利 这也是尼采说的 赶快把自己乐观起来 懂意思吗 那怎么样乐观起来 找到方法啊 找到这个窍门啊 你不能在那边乱做啊 懂意思吗 哇 阿因斯坦 相对论啊 阿因斯坦 阿因斯坦说 一遍又一遍重复做错的事 而其他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将会精神错乱 你以前的方法不对 你今天还要用这个方法做 然后你又期待他会有不同的结果 阿因斯坦跟你讲 这会精神错乱 一遍又一遍重复做错的事 而其他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将会精神错乱 那是不可能的 懂意思吗 错了赶快 这个方法不能用 不能用就不要用了 这股票空头 空头就不要爆了 换一挡多头的 你爆空头赔钱 那爆多头就会赚钱 很简单嘛 改变方法 改变错误的轨道 你才会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你才会看到天边的彩虹 有没有道理 我们这段广告再回到现场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顾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碧潭山水 在门外天天上映 新店捷运 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 将游艇变建筑 碧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霜水欢 2913-1333 欢迎回来现场 很多人一定会问我说奇怪它怎么都那么不顺利 为什么他买的股票都不会涨 奇怪了 到底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这个家里的风水不好啊 主线的风水不好 主线的木挖起来 风水改一改运气就变好了 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是很不孝的 买股票没有赚钱的原因跟那个都没有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跟你买错股票有关系 奇怪他买的中信金怎么都不会涨 这反而要这么沉重怎么会涨 你不是一眼就看懂了吗 对啊 你一看就看懂了 这股票不对啊 懂得没有 需要把主线的木挖起来吗 需要把门右边改到左边吗 这个都没有关系 需要去紫然工求花财经吗 那个也没有关系 懂的意思吗 看懂你就会了嘛 你就不会做错了嘛 你就知道这股票不能买了 你下次会买这种类似的股票吗 不可能啦对不对 那这个呢 这个一样啊 这反压重重啊 不是吗 所以当你看懂了 头的朋友 你就不会再做错了 你就不会再买这些股票然后受伤了 你不可能买这种股票啊 不是一样的格局吗 都反压重重啊 是不是 头的朋友 你不可能买这种股票啊 这都卖压这么大怎么涨啊 所以当你一眼就看穿了 一眼就看懂这个坏人 这诈骗集团 哦 这好康啊 我带你这好康啊 给你探10月 谢谢谢谢再联络啊 你诈骗集团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你一眼就看穿了嘛 他有问题嘛 你怎么可能被他骗呢 是不是 那这个呢 一样这问题重重啊 这早就转空了啊 所以你不可能去买这种股票嘛 懂意思吗 那你不可能买这种股票 就不会受伤嘛 懂不懂这个意思 还有很多时间的关系 对不对 哇这跌那么深 那你怎么会买这种股票呢 因为你看不到这么多反压嘛 你看不到他是坏蛋嘛 对不对 所以你才赔那么多钱嘛 当然你看得懂了 当然不是看这个 这是一般的K钱 看这个 这反压太重了 我们不要买这种股票 那你就不会受伤了嘛 是不是这样意思 来 爱因斯坦说 一遍又一遍 重复做错的事 而其他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将会精神错乱 这爱因斯坦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你过去的方法错了 你现在还用这个方法 你过去都看报纸背线 你现在每天看报纸有什么用呢 一遍又一遍 重复做错的事 而其他有不同的结果 那将会精神错乱 爱因斯坦 这个大科学家跟我们讲的 他不会开我们开玩笑 他讲的一定是真的 来 好 那如果让自己反败为神 两个方法 一个让高手 高手变笨 对不对 第二个方法 让第一手变聪明 所以如果你做不影响 你可能是第一手 对不对 可能是散户 那你把自己变聪明就好了 那可不可以把高手变笨 不可能 很难 来 我们看这是古王 大力光的董事长林仁平讲的 新街帮的董事长林仁平 林仁平说来 他说我一向认为 只要期待自己做快一点 而从来不期待别人做慢一点 他跟你讲 他不会期待别人做慢一点 他希望自己能够做快一点 不是期待别人做慢一点 对不对 你看连古王林仁平 古王董事长 他都这样一向 有没有 他的这个 这个语录 他的语录 这是《金周刊》 957的 连林仁平 大力光的董事长都讲 对不对 我总是认为 我一直认为 能期待自己 动作快一点 而不期待别人慢一点 你期待别人犯错 不如你把自己能力提升 对不对 你期待高手变笨 不如你把自己变聪明 这样比较快 来 灾民股市里头也有讲 518 打胜仗不是期待别人变弱 而是自己变强 懂意思吗 你要想什么方式 可以让你自己最快变强 这才是你要想的 懂意思吗 标股 有吗 有 怎么会没有 只是你还找不到方法而已 来 方法在这里 操作秘诀 日线翻多 日线为主 周线为辅 要找三线翻多的 日线为主 周线为辅 举例 周线为辅 所以周线要翻多 哦 翻多了哦 看这段大跌都不会跟你讲 到这里翻多了哦 日线 周线翻多了 日线呢 日线 哦 经过这个大底层里 很多买进讯号 代表这里是一个底部区 三线开始翻两 哦 买进讯号出现了哦 结帮25.5 昨天涨停板 25.5 今天高点29.2 从25.5到29.2 这样会不会赚钱 这样创新高会不会赚钱 昨天涨停 会不会 会嘛 所以这个股票很简单 这是一个操盘的模式 懂意思吗 当你把这方法学会 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哦 哦 不错耶 日线也会翻多 有哦 周线呢 周线也翻多了 你看这段我都不会跟你讲要买 反弹也不会跟你讲 因为没有三线翻多嘛 所以反弹一小段又打回原点 然后这里开始三线翻多 诶 那这个买点就出现 日线翻多 周线翻多 就这么简单 来 这个呢 请问这个日线有翻多吗 还没有 第三线还没有 请问这个周线有翻多吗 同学朋友 上档反压重重了 也没有翻多啊 两线也没有翻多 所以这种股票很简单 我就不会买啊 会买你搞清楚 不会买你搞清楚 股票上不就这样而已吗 还有更困难的吗 对不对 哦 那是多头格局的股票 对不对 那你会问说那什么时候要卖 大涨一波之后出现卖去卖去 互线跌破 曲线再连走准备要跌破 这种股票你就要出场 就不要再玩了 那这一段就是你赚的 懂意思吗 赚钱不困难 把方法找到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所以很多股票 你放心你都会赚得到 有一天如果你找一段股票 哦 涨三倍了 它一定是这种架构了 懂吗 它是日线翻多 周线翻多的 懂意思吗 所有会涨的股票 它都一定是这种模式 它不会改变的 所以当你把它找到了 头边 你就会找到胜利的契机 你就会找到人生的希望 懂意思吗 关联正确 工具正确 你就会常常正确操 你就能够赚到钱 赚钱不困难 把方法找对的 就有机会 我们见到这里 明天再见 再来 别再来 新鲜色 工具 那 faults 我说 这个工具 这些东西 我说 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助你迈向 财富人生 支付专线 02 2500 6999 02 2500 6999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助你迈向